我們看一下課程的活動來講 我們從看因為上禮拜第一週沒有上 那第一週裡面我大概講解了一些我們基本的設定 因為每個學期的第一週不一定會排到禮拜一 所以這是應該去年還是前年錄的東西 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興趣看沒興趣 一樣我這邊看我及格率 然後這邊有個圖框下載 這個圖框A1圖框給你了 你不用再畫了 其實你將來到公司去的時候你會一個圖框 公司的圖框 那我已經把這個圖框做好了應該是在這裡 我用摩托可以開啟 這圖框我已經做好了 那這個做好之後這是一個A1 你要去看 這邊你可以改 隨便 好不好 這個隨便假設的 這根本高雄市南有建國北路 OK 這個什麼隨便你寫 但是字型大小不要 比他更大就好 好不好你只要點下去雙按就可以改名字 會不會 這Allocad很簡單的方式 如果你都這個都還不會 其實我要跟你講你真的要打屁股 前面的學生是不應該拿到的 那個給你的老師是要打屁股 我講的是我 好 來 那這邊有格好的格子給你參考 注意 這格子我是放在sketch上面 也就是說 這圖層我不會列印的 其他部你自己去設定 好不好 OK 這是A1圖框給你們的兩個標準圖框 你拿到圖框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要檢查 第一個大小 通常外面不會給你圖紙大小這圖紙大小 好看不到按一下F2 有沒有 對不對 84.159.4 單位是公分 所以你拿到圖框第一件事是檢查不是哪來就用 你們上個集很多同學 圖框隨便拿隨便用大小多少 最後出圖比例完全無法控制 這個要先做檢查 至於裡面內縮多少公分按照CNS的規定來做 你不行 你不知道的話檢查一下用DI去檢查 這個我我記得一邊是1啦 一邊是 一邊是1.5 一邊2.5 有點差異 沒有關係 知道大約是這樣 Y是1.5 好 然後這些東西確定之後 這圖紙大小就知道了 好 那這個我希望各位將來都用四負 就是配置出圖來做 所以圖框請你先去下載下來 期中考我要你用這個圖框 了解嗎 所以你要做好一個你的圖框 圖框裡面還有含的圖層 這圖框不夠 上一期是不是畫 地面層 澤家是不是畫地面層 那 是不是畫標準層 這兩個有畫吧 烏圖層沒有畫 不要去發現這影片都很長157分 所以 你們要去看 這我不講 這個就是秉級檢定 了解吧 如果你上一期的一樓平面圖 都在 好 恭喜你不用再畫了 你只要把其他不夠的補上來 那 等一下我講解怎麼把平面圖繳交 我要你套到A1圖框 我假設你這三張都畫好了 什麼 套成圖框 等一下我會拍個影片跟你講 我會貼在這裡 這是 利面圖的繪製 今天20號 3月6號我們要講 背向利面圖 什麼是背向利面圖呢 我們看一下AutoCam 你看全部27張 當然你會成A1大概只有13張 你看這邊 我從這一邊 背向利面圖 這張叫背向利面圖 各位的檢定的時候沒有這一張 我要你完成這張背向利面圖 就這個房子的背後 還有印象吧 這個塔屋 很熟悉 正向利面給他進射過來外形一模一樣 然後呢 這邊是 機械房的窗 這是屋頂的爬梯 我要你畫這個背向利面 這是這一周完成這個作品 那 前面第2周 就今天要完成的作品在這裡 你要把 一樓平面圖完成 這個畫過了吧 有的話不用再畫了 這一張你要完成 沒有同學想辦法要完成 所以我說 出來混總是要還 好 那標準層 這一張 也要做 這是一張 這是A3圖框 我要你 放在A1圖框 所以完成不是這樣子 比例是一百分之一 知道 看到了 然後 屋頂層平面圖 這一張就各位可能比較少看到 但是他比較好畫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只要把 標準層平面圖的 這個東西 複製上來 塔 梯間的部分不變 外面把 女兒想畫出來就完整 所以這張其實非常的快 懂了吧 如果你前面有完成 這張是非常快的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 屋圖層他還有一個 屋圖一層屋圖二層 這個也不難 這個只要從這邊複製過來 塔屋這邊複製過來 複製到旁邊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圖面 在我們的那個 我們那個 秉級檢驗圖框裡面 用insert把它叫出來 他沒有文字 把文字填上去 這是一個大樣想圖 其實那是因為 礙於檢定 他必須放在這裡 那你要放在這裡也沒有關係 因為屋頂的部分 這是 這是五皮 不是五皮 我看一下 好這是 親子混凝土隔熱 屋頂種的是防水跟隔熱 所以他這是屋頂的防水跟隔熱的一種詳細圖 這個是 標準圖 好 那這是平面圖的部分 如果你上個期有畫完 這一期只要補這兩張就可以了 好嗎 這禮拜大概這兩張 好 那 利面圖正向利面圖各位也畫過了 看到沒 正向利面 這個應該都畫過了 好 好 右側向也畫過了 對不對 這檢定了嗎 是右側還左側我忘記了 這一張吧 左側向沒有畫過 左側向其實簡單 跟右側向 跟右側向差不多 有沒有看到 所以左側跟背向利面圖 剛剛跟各位看的背向利面圖 背向利面圖一樣 好 所以我說 我把一些重要這一期大概要交的東西跟你講一下 背向 背向你可能就沒有畫過 左側跟背向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左側很簡單 好所以還是有點東西要畫 好 那各位看到之後來我們再把那個益客東西講完 這就是背向利面的位置就是把左側向跟背向完成 好 那外牆與陽台翔圖這個部分 其實就全剖面圖的前剖面圖的部分 縱向剖 在結構圖裡面 這個編號叫做A4 A4在建築圖裡面 那這個部分來講 外牆的部分裝修會跟你做一個講解 那這個部分本來要放在其中口後膠 我想說 塞快一點好了 門窗表叫A6 A6的門窗表 怎麼畫 好我們簡單會講一下 門窗表算是比較好畫的 那 門窗表再來是基地平面圖 基地平面圖這個圖面這邊就有描圖了 好 那怎麼去描圖 我到時候是描個平面圖來描地基圖 我要讓各位去描圖 所以不只在這個好用測量也可以用得到 這是描圖的方式 學校排定第七次要期中考 所以我會放一個素科跟學科的考試 好 那素科 可能一個小時就完成 重點考題可能是描圖 好不好 偷偷看一下 裡面是什麼 描圖 OK 描圖目細管的平面圖 OK好 OK好 那你看一下 還沒有發布 都做好了 那會有個學科測驗 學科測驗大概內容是以及的 以及的難度 好不好 我簡單看一下預覽 80題 好 來我們看一下 AutoCAD 四窗板 預設功能鍵中 物件鎖點的切換鍵盤是哪一個 會不會 物件鎖點是哪一個 好 那尺度標示的方向有幾個 文字正確標示的方向有幾個方向 等角圖喔 好 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的換算容積 不得待多少平方公尺 好 然後你看一下 設計圖說不清楚不明瞭時 估價的人應該向誰來詢問 好 看到這邊就好 這邊透露試題讓你看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期中考的部分 期中考 如果你在這邊電腦沒有辦法完成 我允許你到電腦教室去做 但是你要想辦法跟任客老師 獲得到同意 你說老師我沒有電腦怎麼辦 你要自己去解決了 現在到期中考還有六七個禮拜 你不要說老師你臨時講 我現在就講了 好不好 還有錄影存證 請你想辦法 你要在那邊考沒關係 反正我們期中考 我認定你時間內要交進來 你沒有交不要跟我阿Q 好不好 就要第三個學期了對不對 老師 的存在只是在旁邊拿鞭子打你們而已 沒了 好 教學的影片也都有了 好 這個部分我也不多說 好 所以期中考是這樣 好 然後 其中考你要不要來隨便你反正圖給我教過來 你知道圖不是超人家的拿取得Copy的 好不要考驗我 好不好 到時候我找你的時候你就知道皮要繃緊 很多人都叫別人畫 以前我們有個學生 他家在開營造廠 結果他期中考 老師我請假 待會兒再加畫 可以 他叫他們家公司的小姐畫 他爸爸是老闆嘛 就叫他畫 然後他畫出來 我就說 這個畫的手法是專業的 我說你應該不具備這種能力 沒有 他畫起來 還是 還是有點缺點 但是他畫樓梯棚畫得很準 你知道我說 開玩笑 你這樓梯棚全班畫得最好 我說你到底是受到哪個高人的加持 你請假有事請假在家還可以畫完 後來同學爆料 你知道嗎 老師不公平 他 他們家的那個 他們家那個 公司裡面的小姐 其中考 幫他畫圖 好 講這樣就好了 好啦 如果你畫得特別好 我會請 請你上來DEMO給大家看 就示範給他 我為什麼怎麼畫的 你畫的 一定可以DEMO 對不對 是吧 你看老師的圖自己畫的 上課就可以講 我今天拿別人的圖 我講不出來 聽懂 好 不扯那麼多了 那第八之後有一個面積計算 到時候我要你算 塗目細管的平面圖面積 好不好 譬如說我說請你算一下我們這邊教室 的面積大小 用CAD去算 你會算嗎 好 就這樣 再來 第九週 平面圖描繪 就是後面會再講一些這個東西 技巧講一點 第10週 A5的樓梯翔圖 你有沒有看到A1 A5 A6 A7 我們講到A7而已 樓梯翔圖 這個你看306樓梯剖面回顧一下 你要去看 樓梯剖面上學期沒有教的 你要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會再講更多的東西 那我們還會講升降梯 翔圖 TT翔圖 這部分是給你一些圖庫 電梯你不需要去畫 除了你到電梯公司 你會拿到電梯的 翔圖 但圖層不一樣 文字不一樣 圖框不一樣 你怎麼套成你的圖框 我這個題目前面已經給你一個A1圖框了 你要把這電梯翔框 圖 不擷取出來換你的圖框 你在外面會遇到這種事情 包括畫分子 我們等一下看到 機械停車也不是你畫的 但是廠商提供機械停車 我們這這棟房子沒有地下室 沒有車道 沒有機械停車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乙極有 所以你這個部份要練 我不想說把乙極的難度 那個題目拿過來給各位練 那個難度我告訴你 比秉極難上很多 好不好 先這樣講 然後呢 裝修大樣圖 剛剛在地面圖 平面圖的 第三章的時候 303 時候有看到一個 大樣想圖 這邊一樣 我給你很多大樣想圖 你怎麼把大樣想圖 湊起來 湊在那個 你看 你看我剛剛看到我給你這個想圖 給你這個圖框 我隔成這樣 目的是要你放大樣想圖進來 懂了嗎 所以 這個部分將來你怎麼套我沒有叫你畫 我叫你怎麼把它套進來 好 因為標準圖可以去 很多地方擷取 你以後在外面工作如果你在事務所工作 不管結構機是事務所還是建築事務所 你必須把這圖檔 保存好 改成你的字形 將來就是你的 我們講你的武器 然後如果說我要一個爬梯想圖 你就把它丟出來 不用再畫一次 懂了沒有 好 然後 17周還是裝修大樣 14周A7 預測想圖 我們會把秉檢這一套的預測 AB兩目的預測 畫平面 立面 剖面 那花溫池想圖也是 套圖 就是污水設備 我都會給你 好 那還有隔間翔等等 好 那再來最後 廚房想圖 你就把我們這一套的廚房 平面 好 剖面 只要把高度交代出來 把它完成 然後最後 怎麼做施工說明書 好我教你去工程會 可以去做一些施工說明 放在圖面裡面 好那到最後 17周 建目錄 建索影 然後 期末考我要要求什麼 你要去完成 18周 就是繳交 這學期 這幾張圖 你就全部繳交 期末考只要交完圖 當然一定會有人沒交圖 那18周在研究 怎麼樣言行 考打這些 好不好 好 逼你交圖 好 那我們把這一區 大概圖面 view一下 讓各位了解說 這個有哪些圖面 好 當你看到 OK 當你剛剛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 我們 剛剛看到的 立面 還記不記得有一個剖面 全剖面圖有沒有 沒有 這個應該有 你把它找出來 上一期交過的圖請你都要把它找出來 這我就不叫你畫了 這張有吧 那我要你我剛有個 外牆剖面圖 想圖前面部分這個就要截取 這是100分之的 想圖要你用30分之一 你怎麼去截斷他 前後剖面圖 再來還有一個縱向朋友這個比較難畫 剖到樓梯 有點lake 這個是另外一個像沒有剖到的 再看 橫向剖面圖 大概這幾 這一張是比較難畫的 我的印象中 這一張算不好畫的 好 就是橫剖 還有一張 這是外牆剖面牆圖 比例子不一樣 但是從全剖面圖截取過來的 有沒有看到 你從一樓的部分 他比例子大一點 他比這個是畫50分之一 那大一點點 那 相同樓層階段 這是屋頂層 這屋頂的部分 好 那你了解一下這一張 這張就是外牆剖面 翔圖 然後再看一張 其中搞過後的圖面比較難畫 樓梯全剖面翔圖 這一張就有難度了 這一張如果你畫得出來 我告訴你這月期差不多你都搞定了 這張不好畫 我們有教過這樣的畫法 我們有教過標準層的落法 但是我沒有把它全部完成到 塔屋 如果你能夠完成這一張 恭喜你大概 差不多啦 這全剖面圖 這是從305那一張去改良的 這部分截取305 這部分重畫 這部分從306 去截取 慢慢疊上去 這邊沒有 這完全要畫 所以這張圖是難度最高的 這學期 好 那再來各位看到 那個 有這個以前講過的標準層把它找出來 這你把它找出來 他有平剖面圖 這個有教過有沒有 50分之一 這有沒有 這張有 所以我說我們這學圖面很多是上學期有的 門窗表 我們後面再談 這是門窗表 應該下週吧 不意外下週 這張就是 畫出門窗表 好吧 然後 粉刷表 剛剛講的 做成一格一格的 這個是粉刷表 用表格的方式 我會介紹 我會介紹 先把 這學期所有的東西 先overview一次 那 再來預測平面圖 平剖面圖 A7 就讓各位看一下 預測的 兩個剖面 它的平面 看到 這樣擺成一張 然後再看到 這A負 B負 升降機 想圖看起來不要嚇到你 那個是 只要套圖框而已 這張圖很好賺 你懂沒有 裡面的內容 我會給你 圖框你把它套進去 自行要去改變它 比例子你要弄對 喔 好不好 這一張大概就是 要你知道 人家畫好電梯啊 怎麼樣你怎麼套成 你們公司的 符號 這很多事務所外面是這樣做 好 那機械停車 這張也是一家叫論陶企業 他們公司的那個 圖面 這汽車 停車 這你不要畫 你去套 自行要去變 圖層要去設定 那很辛苦的是找圖層 找什麼好辛苦 然後最終套你的圖框 這機械停車 畫分池強度更不用你畫 不要嫌髒 你天天在做的事情你嫌髒也沒辦法 好我們做這個事 你要畫分池 好 那他用表格的方式 你要建立這個表格 這文字 了解嗎 好 大家看 我講這些以後 這邊都會給你啦 你不要擔心但是你怎麼套圖光 怎麼去改字型 這很辛苦 那結構平面圖 是在307的 你把它抓一抓就好 好不好 OK 然後一直到 霧圖層結構 結束 這還沒有 還沒有讓你畫佩金翔圖 大概就是這樣 這些大概到這邊已經27張圖 28張圖 看到嗎 所以 你裡面 有一大半是已經畫完了 你把它找出來 把它找出來 好 那這一期的部分 期末考的部分就這樣交代完 好啦講得有點長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